嗨大家好,我是Rose时间侠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我们移民的生活 其实我们移民到海外 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 你看我是在美国 我也有朋友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在泰国,在加拿大 在英国,在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新加拿大 很多很多,不管你在哪个国家 既然你已经离开了索多玛 离开了俄摩拉,或者说离开了埃及 当年的中国呢,可以说就是在中国的身上 就集中了索多玛,俄摩拉和埃及的特点融合在一起 你既然已经离开了它 你就记住 Don't look back 不要回头看 不要像创世纪里面的罗德的妻子那样 上帝说了 你离开索多玛的时候 你逃往山上去 千不许回头看 可是他非得留恋 为什么回头看?留恋呢 是吧 舍不得呀 那里有我的房子,有我的地 是吧 可能还有些经营手势没带出来 回头望 然后一下子变成了炎柱 这个其实一个很大的悲剧啊 那在,因为他变成了炎柱 然后导致后来一个悲剧就是什么 罗德没有妻子了 罗德的两个女儿想 我们要传后啊 于是灌醉罗德两个人 分别和罗德这个旧亲 然后生下了孩子 是吧 也就是我们 在圣经里读到了 亚门和摩亚 那么就是 亚门人和摩亚人 他实际上是 罗德和他的女儿 两个女儿乱伦所生的 成为呢 这种历史上的一种耻辱啊 所以说你不仅仅是啊 你看他就是 不仅仅是他自己 罗德之妻 不仅仅是他自己变成了炎柱 而且还影响了啊 后来整个的这个 罗德这个家族后边的这个发展走向 所以我们啊 移民到海外的人 那不管你现在是以一种 什么身份移民的 有的人可能是啊 比如说像我这样 拿到绿卡了 是吧 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拿到绿卡 你可能是像我这样 杰出人才移民拿到绿卡 你可能是 堂堂正正的啊 婚姻移民拿到绿卡 再有可能是你财力雄厚 是吧 你靠这个 这个投资移民拿到绿卡 再或者呢 你是这个啊 专业技术人员 是吧 你靠这个工作 拿到了绿卡 是吧 再或者你是 这个啊 就是这个 在外读书 是吧 然后读完了之后 H1B 是吧 整个申请 那么再或者 像现在有的人 干脆就是 我就是走雨林 是吧 我走线 我偷渡出来的 啊 我然后 我在这边 我就等着啊 政治庇护 等着 等着拿到身份 不管是什么原因 投奔亲友 或者怎样怎样 那么只要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 你就不要再怀念他 你就不要再留恋他 你就不要再整天想着 回去看看吧 差不多了 是吧 哎呀 我有事吧 是吧 或者是我这个啊 这个 你看看 一切安定 是吧 再有呢 你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说哎 干嘛呢 我回去的时候 就就发生点什么事呢 是吧 哎 我就不 不用了呀 我我速去速回啊 回去啊 一家人吃吃饭 聊聊天 抱头痛哭 是吧 然后呢 我在平安归来不就行了吗 这件事是这样 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 做任何事情 你都要有最坏的打算 那最坏的打算 就是你要想啊 你回去之后 最坏的打算 可能就是你出不来了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承受这个 再也出不来了 这个打算 我看到还有的人啊 就是九死一生啊 偷渡出来 从南美走雨林 是吧 经历了这个千难万险 结果出来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说 我受不了 哎 然后 买了张机票回去了 哎呀 回去之后又后悔了 发现啊 我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是吧 国内的情况越来越差 真的 我发现我太冲动了 我回来了 可是我想回去 我想再去 怎么办 他说我还有再想办法 我再偷渡出去 你说你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忍一忍 是吧 在外 有人 中国人就有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 说 说什么呢 说在家千日好 是吧 出门一日难 所以 为什么 你会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 你没有把 你所在着 这个地方 当作你安身立命的家 你仍然把你自己 当成一个过客 甚至有很多人 他没出国之前呢 他 他满肚子的意见 是吧 觉得不自由啊 不自由 不宁死啊 觉得这个不平等啊 觉得自由民主 比生命都重要 是吧 生命成可贵 是吧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 故我 二者皆可泡 哎呀 滔滔的这个 这个壮志 在我胸 然后 不管什么方式 什么努力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发现 他就忘了 是吧 自由 重于一切了 他觉得 什么呢 面包 高于一切 他觉得 安逸 高于一切 他觉得 这个 汉流满面 才能糊口 这样的生活 我受不了 也就是说 很多人呢 他的确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到别的国家去 我移民出去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我换一个地方 然后我 挣大钱 是吧 然后呢 我这个 真的实现我人上人的啊 这个目标 就是比我那些留在国内的那些人 不肯出来的人 我要比他们过得好 堂堂正正 然后我可以在他们面前 朋友圈里 我可以晒 是吧 吹牛逼 是吧 哎 然后表示 你看 羡慕我吧 嫉妒我吧 我现在是吧 是这个高你一等的 是吧 那个什么 美国人了 我日本人了 我过的小日子 过得很拉风 可是结果出来了之后 发现 不像那么想象的那么容易 是吧 扔到人堆里 没人认识 语言也不通 是吧 干什么 哎呀 这个 吃苦受累的事 发现 哇 没日没夜的干 然后呢 挣点钱 还要付小费 是吧 哎 然后 干点啥 然后想吃点 啊 想吃个外卖 一觉发现 哇 外卖这么贵 然后还要付小费 是吧 哎 然后呢 说出去 不想那个 这个挤公交了 不想坐地铁了 是吧 不 然后也还没买到车呢 是吧 然后呢 说发现 打个车 我的天哪 是吧 怎么这么贵 各种方面发现 哎呀 还是国内好 哎呀 国内打车多便宜啊 国内叫个外卖 是吧 晚一秒钟 我都跟他没完 是吧 哎 国外的叫个外卖 美国的吧 等一个小时 我还得给他付小费 是吧 哎呀 这个 还是 还是要到国内 才能真正的 享受我本来的 中产阶级的生活 才能够 我才像个人一样 实际上 你怀念的只是猪圈而已 实际上 你只是怀念 埃及的肉汤而已 你并不是真正的怀念 像人一样 什么叫像人一样的生活 像人一样的生活 你就应该是要自食其力 你就应该是换一个地方 把那个地方 当做你的家园 然后你脚踏实地 你的根深深的扎在泥土里 然后你日游所尽 然后呢 你一寸一寸的生长 然后你一天一天的 在新的国家 新的土地上 去生根 去发芽 去开花 去开枝散叶 去开花结果 可是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他把想象的太美好了 他不愿意呢 去推倒重来 从头开始 从头再来 是吧 刘欢的从头再来 现在不是说已经成为监狱的流行歌曲了吗 是吧 励志的歌曲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移民的人呢 也应该要 从温一下这首歌 我们要从头再来 真的要有这种从头再来的这种 这种毅力 这种精神 要吃苦 而且 要记住 你吃得苦中苦 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 你是为了成为人 享受真正的言论自由 我想骂拜登骂拜登 是吧 我想支持川普 支持川普 是吧 我想批评 CCP 我就批评 CCP 是吧 我想发表我的正论 是吧 我想做什么 我就可以去 只要不违反法律 是吧 那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你知道吗 固然国外也不是天堂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问题 但是 这里边50部和100部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 你现在移民到了哪个国家 请听我一记劝 你就是哪个国家的人 你 不是我在美国 我就是美国人 我就关心美国的政治 我就关注美国的生活 我就关注美国现在在发生什么 比如说 前两天关于川普的事情 是吧 今天是吧 美国在质询TikTok 是吧 后天不知道美国还会发生什么 我就关心美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事情 关系到国家的政策 关系到税收的变化 关系到房子的变化 关系到鸡蛋的价格 是吧 这是我的生活 但是人呢 我们是啊 就是在中国那片土地上 是吧 那有我们的父老乡亲 我们爱他们 我们希望他们过得好 希望他们过得幸福 是吧 甚至有的时候为了 让他们过得好 让他们过得安稳 我们不惜跟他们切割关系 断绝一切往来 是吧 保护他们 这是另一回事 但是是不是你永远还说 哎呀 我是个中国人 无尊总到哪里 你是什么 你在哪个国家 你就是哪个国家的人 你在加拿大 你就是加拿大人 你在日本就是日本人 你在韩国就是韩国人 在台湾就是台湾人 你在美国你就是美国人 你不要再觉得你身在曹营 现在哈 虽然人在异国 你仍然还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要那样的话 你还是滚回中国去吧 希望我今天呢 话是不是特别的好听 是吧 但是我是一片赤诚 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痕 再回首一百年生 一个家族的命运 就葬送在你的懦弱 和没有短见 缺乏毅力 不够勇敢 这个片刻的软弱上 真的是片刻的软弱 其实我们谁都会有那种片刻的软弱 咬咬牙就支撑过去了 为了子孙后代 你要想你现在扎根在异国他乡 哎我们还叫异国他乡 扎根在异国他乡 然后你长成了 这块土地上的一棵大树 然后掩蔽你的子孙 恭莫大言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再移民一起努力 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 金粉频道 跟我一起 写作 一百个中国女人 其实肯定不会这些女人呢 还有男人 是吧 还有孩子 很多很多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给我提供素材 他们也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这一百个中国女人里面 把他们的故事写进这一百个中国女人里面 这里边也有我的故事 也有我的很多朋友 家人的故事 当然了 我们其实只是提供一个小小的原型的那个人 但是他是所有的故事 希望大家加入我的金粉频道 跟我一起进行这个文学创作之旅 爱你们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 欢迎大家PayPal赞赏我 让我们一起加油